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核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周玉婷,万里区的上班通勤族 因为偏向公车班次小的关系 每天候车的时间有时候可能都要超过半小时 为了要让久后的通勤族等车时 还可以利用时间来阅读 新北市立图书馆万里分馆 在万里区内的三个后车亭设置了书箱出窗 也让后车亭成为了街边图书馆 偏向地区的公车班次不多 若是要跨去上班搭乘国道公车经过高速公路 就还必须等到公车有座位才能上车 而万里的上班通勤族每天花在后车的时间 有时候可能都要等上半个小时以上 为了要让久后的通勤族等车还可以阅读 新北市立图书馆万里分馆 在万里区内的三个后车亭设置了书箱出窗 让后车亭成为街边图书馆 没办法看 没办法看 我就说没办法看 没办法看 对啊 单车比较无聊对吧 对啦 单车比较无聊 我自己减见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 因为我其实等车 那个我是坐基隆通车的 然后车班其实很少 每次有时候通过一班车都要等很久 然后有数可以看觉得还蛮开心的 在于居公所商讨设置 得到区长大力支持后 挑选万里区人口密集度较高的 桥头站 居公所站 以及海水浴场站 将原本阵令宣导的栏位 改为设置 压克力透明出窗 并放入飘书 让后车的民众边等车 也可以边看书 没看完还可以把书带着走 无压力的轻松阅读 因为我们当初就是观察到说 万里的这几座后车亭 那很多通行的上班族 都在那边等车 那我们觉得说 每一个人都是低头滑手机 那我们希望的是 提供给这些后车的民众 不是只有滑手机的选择 用等车的这些零碎的时间 然后能够让阅读 亲近这些民众 然后让阅读无所不在 阅读垂手可得 然后希望打造一个 书香的一个环境 万里分管主任说 每每经过公车站 总会看到后车 通行族低着头看手机 因此也期待 透过便利主动的服务 要让通行族 可以更轻松 接触到书籍并阅读 也发挥飘书的精神 让通行族后车不无聊 并带着飘书去旅行 技巧达平行 万里三方报道